我们都知道亚洲各国陆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育率下降 而亚洲的老龄化它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 人口结构变化的速度超越了经济转型的速度 比如说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 韩国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而中国则是老龄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 教练访问了医疗保健经济学者潘嘉宏博士 潘博士他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健康老龄化经济学专家委员会任职 一直在研究全球和亚洲人口老化的医疗挑战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日本人口数量最高的银化 亚洲人口数量最高的医疗…… ad升了一条地区,中国社会的目标 越南医疗和智nehmer 初次以西亚美疗和输入伺院的研究 那么日本非常险判了 我就大概的不同医疗 投入全球的尼医省 国家、台湾、Hong Kong、Singapore 这三个学习的健康学习惯性 正确和正确 日本是全世界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国家 也是少子化进程最显著的国家 全国人口已经连续13年负增长 65岁以上的老年人 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达到29.1% 而社会中如此庞大的老年人数量 日本的水土天然有一套应对的方式 老年人一个是怕孤独 另外怕谁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万一有了三长两短谁也不知道 而且子女又不走动 这是比较悲惨的 所以日本城市里边我觉得反过头来比较容易解决 尤其是考虑到我刚才说的 日本它的医疗体制里边重要的成分 就是以一个一个医生或者几个几个医生凑在一起 做一个小诊所或者叫社区诊所或者叫家庭医生 这个在日本做得非常的成功 小诊所它有个好处就是对病人比较了解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你的家庭医生了 小诊所和大医院各有分工 形成了健全的医疗生态 遍布各个社区的诊所 一来免了大老远拖着病体去医院求医问药之苦 如果有需要 诊所的医生甚至可以定期上门问诊 二来实打实地为大医院减轻了医疗负担 让大医院可以有足够的资源 接诊重症病患 这种医疗模式被认为 或许是最适合老龄化社会的方案 由于历史原因 日本延续了德国的医疗保险模式 对于医疗保健成本的控制更具优势 让日本的医疗公平得以保障 不论是在东京就医 还是在乡下就医 所付出的价格和得到的医疗品质 几乎是一样的 而这却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 它保持货币的货币 非常强烈 非常强烈 这就会对所有的医疗经济 但是它是困难 它是困难的原因 因为有问题的老龄化 人们不想购乱身 所以他们进入医疗 所以不过在医疗保健康 他们继续在医疗 再低廉的医疗价格 也经不起数量庞大的医疗需求 和长时间的养老消耗 如今缴纳医保费用的年轻人群 正在连年缩减 若不付出 会不会让社会保险的杠杆失效 成了当局头疼的问题 而同样因为老龄化 冲击医疗保证体系的是中国 在中国问题来自庞大的人口基数 尤其是在农村或者一些人群里边 现在大家都怕生病 因为一生病 有很多的治疗 很多的药物等等 都必须自费 那如果说你家境比较贫困 或者不是很富有 一个人生病 有可能使得整个家庭又陷入贫困 中国的医院 绝大多数是国有医院 资源多 效率高 却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医疗保险几乎覆盖全国14亿人口 医疗资源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地区间医疗资源不均衡 导致跨省就医屡见不鲜 很多一线城市的医院 常常人满为患 水泄不通 但我觉得中国国家这么大 人口这么多 各地差距很大 我觉得应该鼓励发展更多的 多种所有制的医院和医疗设施 应该鼓励外资 可以进入到中国的医疗行业 还有我们现在很多国内的制药行业 这里边应该有一个更好的标准 更多的应该是看你的质量 和看你的成本控制 看你的透明度和专业水平 而不要更多的去强调 你这个药厂是国有的 还是民营的 是外资的 还是内资的等等 这些不应该是最重要的 新加坡实行混合型医疗保证制度 由政府主导 市场调节 个人负担 三者共同构成 在保障医疗品质和医疗效率的同时 将医疗价格维持在可接受的范围 然而随着老龄化的速度加剧 这个平衡也在受到挑战 我们将有危险的问题 在未来的问题 我们将有危险的问题 在未来的问题 我们将会有危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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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育疗效率的高度 会有点像在一圈的团柄 你会有两个问题 而其他问题 而其他问题 所以例如说 如果你想要做 你的健康效率更加快 但你会有高的质量 根据卫生部预测 我国将在2026年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少子化为医疗保健带来的挑战将更严峻 怎么完善初级卫生保健 为二级三级护理减负 按人计筹或许失调可行之计 如果你看到新加坡的医疗保健系统 健康SG计划中的按人计筹 顾名思义就是按照医疗工作者 或医疗机构名下负责的人数来支付费用 一般来说在这种支付模式之下 医疗工作者或机构会把重点放在 预防医学上 旨在为每个人固定看一名全科医生 量身定制保健护理计划 分析认为虽然这项计划 早期的经济投入大 但是长久来看 经济回报会比较划算 经济回报会比较划算 面对劳烈化 各国各有处境也各有阶段 旧有的医疗体系或许都需要做出调整 我们探讨了老龄化对社会造成的影响 包括带来的医疗压力 那分析认为不论是保持健康 还是降低医疗成本 归根结底都只是缓冰之计 怎么提高生育率才是破局的关键